李云霄很快捕捉到千岳府传送阵的坐标 两个空间的相连十分紧密 他直接将虚空撕裂 一脚踏入其内 整个空间不断地在他脚下收缩 很快便寻到正法节点走了过去 突然一道金光亮起 在前方画出正法图案 往上下左右浮散开 一股浩瀚之力瞬间凝成 直接画形成龙冲击而来 李云霄皱起眉头 右掌在身前画圆直接拍了出去 那龙形在他的掌力下瞬间被击得粉碎 但那些破碎的金光散开之后 却在虚无内演化世界 形成一幅幅美景图案 在李云霄的身前蔓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云霄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望着那传送阵的节点 恍恍惚惚 消失在眼前 就在此时传送空间的另外一段 千月府的小屋内 一股血腥之气蔓延 守护的几名弟子彻底不见了 地上到处是血迹和碎肉 两名男子站在传送阵前 盯着那阵法内透过来的光泽 重重松了口气 想不到他这么快就折返了 幸亏我们布置得快 否则就误了大事 其中一人眼里带着惧色 心有余悸地说道 哼 就算封不住又如何 我就不信一个李云霄 还能翻了天了 另外一人有些不屑 冷冷地说道 不明白 上面为何要这般重视他 还取来着阳伞做阵眼 当真是浪费了 若是有着阳伞在手 再加上你我二人联手 就算是击杀他 也不在话下 之前那人冷哼道 幸好你没有这样做 否则现在化作碎肉碎骨的 就是我们了 我终于是明白了 为何你实力要强够我 上面却选我来负责 那人不高兴了 你也太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了吧 不说了 若是不服 下次你可以自己去找李云霄单挑 不过你去之前 先把这么多年来珍藏的奇珍医宝给我 免得便宜了李云霄 哼 你这乌鸦嘴 那人不服 但也并未再说什么 转而说道 封印以下 该去办正事了 破开武侠山封印 想想都激动人心 你我也算是 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两个人的身影一闪 就消失在小屋内 只留下里面一片的血腥味 突然间 那传送阵发出了一道白赤的剑光 整个阵法上开出了一朵莲花 其内无数花瓣铺开 像是阶梯般延伸至无穷远处 李云霄的身影 踩着那朵朵花瓣射击而上 随着他走出通道 整个花瓶影随之分落 卓阳伞 果然是剩余之人 竟然要破开武侠山封印 李云霄骂了一句 虽然他也是要破开封印 但此刻却是依然心生怒火 也罢 就让这些杂碎去做吧 我在暗处盯着便可 他也一闪消失在屋内 千月府总部突然间响起急促的钟声 惊起了山中无数飞鸟走兽 顿时数百道光芒腾空而起 人人脸上露出了金色 急忙往总部飞去 那一时大殿前 一片数百丈宽的地带 汇聚了上百人 都是惊诧地看着中间 大长老毛浩空身后跟着一群人 气势滔天直逼大殿内 所有人都是惊得四下散开 不敢上前 大长老和掌门之前的恩怨 早已是门内人尽皆知的 但想不到竟然会有公然敌对的一天 大长老这是何意 今日并非发放供奉的日子 退回去吧 百战声的声音从大殿传出 冷冷的不带感情色彩 谁都能感受到 那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大长老既然敢带人上来挑事 怕是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必然要血流成河了 那点供奉 我毛浩空还看不上 今天带着众多弟子上来 是问责你百战胜的 毛浩空立声一鹤 直接用手指着大殿 一股极强的气势散开 掀起大地上无数尘灰 所有弟子皆是飞天而起 不敢站在山门前 只能远远地看着 都是心惊肉跳 问责 我百战胜 自胜任以来 兢兢业业 不敢说有多大功 但也带着千月斧 重归重举 成为西域有数的几大势力之一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大长老 是不是这几天吃东西 吃坏了脑袋 随着声音的传出 百战胜从大殿内缓缓走出 身后同样跟着一群舞者 墨小川几人也在其内 两派人顿时气势上相智起来 暗暗较劲 周围被镇的飞沙走石 毛浩空喝道 你这无耻小人 竟然把别人的功劳往自己头上讨 若非有圣域的支持 就凭你百战胜和千月斧这点底蕴 还想在西域混得有模有样 我呸 做梦吧 百战胜的脸色极不好看 但依然算是镇定 这其中自然也有圣域的功劳 只是本座不知道 大长老所说的罪从何而来 毛浩空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自己手法隐秘 能瞒得住所有人吗 今日我便当着天下人的面揭穿你 百战胜 你竟敢和妖族勾结 何谋想破开武侠山封印 释放其内的大妖出来 其心可诛 罪该万死啊 此言一出 四下皆是纷纷低语 经常有妖族在千月府出现 也不是什么怪事 很多人都知道 但他们并不晓得其中的内情 此刻听毛浩空一说 都是大吃一惊 难以相信 百战胜脸色大变 即便是他身后之人 也个个恶然不已 随即一个人站了出来 怒斥道 毛浩空 你真不要脸 明明是你自己行的龌龊之事 现在竟然扣在掌门头上 该死 毛浩空冷笑道 到底是谁不要脸 自会有公论 现在圣域的两位大人都在此 可由他们来评判 李云霄一直都隐在暗处 看着从毛浩空身后走出的两个人 正是在小屋内下风印的圣域之人 两个人都是九星巅峰的实力 一人面色沉宁 毫无表情 一人则是面带冷笑 一起走了上来 两个人身上的气势 还有圣域的身份 立即震慑全场 就连百战胜 也是脸色有些发白 气势被压了下去 前面那面无表情之人开口说道 在下非诚 这位是太元 来自圣域暗寺 他取出了一块令牌扔了过去 暗寺之人 四下接近 暗寺之名并不响亮 因为他们从来都只是在行动 做一些不变见光之事 李云霄的目光 从这两人身上扫过 虽然同为九星巅峰 但比当初杀死的暗寺之掌 要差上不少 也不知道暗寺 是否有新的司掌上任 若是圣域 真有人想破开武侠山封印的话 让暗寺出来 的确是顺理成章 只不知那背后之人 到底是谁 百战胜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将手中令牌还了过去 拱手作一道 原来是圣域的两位大人 只是千月府的是非对错 圣域就能清楚吗 非诚说道 圣域自然不清楚 毛浩空一愣 正正地说道 这 当然 非诚 开起手来打断他 是非对错 我们不管 但有妖族之人 渗入千月府 想要破开封印 却是不假 现在 我以圣域执法使的身份 让你将武侠山封印的钥匙 交出来 由我们两人保管 李云霄 暗骂无耻 不过 这倒也的确是好办法 可以省去很多功夫 百战胜的脸色 有些不自然起来 交出钥匙 也无不可 但仅仅凭两位大人的一面之词 恕我很难做的 除非有执政司大人的手谕 非诚面不改色 此事关系重大 我二人也来得匆忙 还未来得及拿手谕 百战胜为难道 这样的话 我就难办了 太原怒道 难办个屁呀 难道我们暗私的面子 还不够吗 这武侠山封印的钥匙 也是圣域托你保管的吧 现在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百战胜道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更加大意不得 没有手谕 恕我万难从命 毛好空心中暗喜 巴不得百战胜 跟圣域的两人闹翻 闹得打起来最好 他急忙煽风点火道 大人 看来他果然与妖族人有勾结 本派的只太清长老 便是受伤后被他软禁 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 怕是知道了一些什么 遭了他的毒手 太原黑黑笑道 如此说来 还真是这么回事了 看来我们圣域 必须要秉公执法了 百战胜即便修养再好 也终是沉不住气了 毛好空 这件事 我真要跟你算账呢 你杀了数名同门弟子 将指太清劫走 现在还反咬我了 四下的弟子在震惊之余 也都摸不清头脑了 不知道谁是谁非 谁好谁坏 非诚冷横道 一片乱七八糟的 要是放在你们千月府 正是一个隐患 速速交出来 否则 休怪我等不客气了 他身上的气势暴涨起来 压得百战胜等人 都是脸色微变 看来又直接动武解决的趋势了 毛好空冷笑道 百战胜 你竟然敢抗衡圣域执法史 果然是包藏祸心 幸亏发现得早 百战胜惊怒道 圣域执法 必须要有执法令牌 两位大人 只有暗私的身份令牌 未免还不够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